民进党真的是杀红了眼不仅是逢韩必反 现在连天后将会都要杯葛 根本就是跟2300万人民作对 公股行库更是全民的资产 过去赞助国庆活动更是行之有年 为什么换成韩国瑜筹办 换在大巨蛋举办就要刻意杯葛 总统府前的光雕展可以 大巨蛋将会的演唱会就不行呢 面对中华民国国庆的庆典 难道也要分颜色大小眼吗 马上就是预算会期的审查 我们会请财政部跟公股行库好好来立愿 说清楚讲明白 我们期待已久的我们中华民国 113年国庆祖师决的主题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做一个宣布 那我想今年的国庆的一个主题的 祖师决的设计 它主要是以我们国庆的主题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祖师决的设计是以双十的形状 那中间在服以一个梅花的组合 那也强调我们是一个团结 跟共融的一个理念 那这一次的一个设计的团队 使用了我们的国旗的元素 红 蓝 两色 那蓝色象征了我们一个自由和平 那红色则象征我们的一个爱国的热忱 那也代表在台湾我们这块土地 融合了不同的声音 及不同的意见 那在爱国精神的领导之下 我们也共同为我们台湾的未来 而继续努力 那我想设计的团队 这次也凸显在用线条 来融合我们文化的传承 包括梅花跟现代感的一个图形 这个也是一个激励大家来共同努力的象征 那我想梅花是作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花 也不仅代表着坚韧跟美丽 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意涵 那我们把梅花融入设计 也让人们在庆祝国庆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厚重 那另外在设计中 我们的传统元素部分 这个一个现代感的一个图形设计 那这个的设计也是一个 以创新跟传统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创新跟发展之下 我们追求我们中华民国更美好的未来 以上是我们一个主事节的一个设置里面 立法院最新版的 利润专攻纪念酒日前出炉 平头以手工水晶梅花苗晶配件设计 在闪耀第十一届国会 崭新风貌的同时 更饱含着城乡雅酿的民意底蕴 由于该款纪念酒 除供物理一馈赠 几款验使用外 另提供每年每位委员三十箱 每箱六瓶 额度购买 国民党立委 业员之透露 蛮多乡亲冲着韩国瑜而来 很早就在问 看得出来 韩院长支持度还是蛮高 立委赖世宝也说 已经有人跟他预定 说这个新款 很漂亮 外面买不到 另外时事评论员李毅修则提到 梅花在提醒中华民国的坚韧不拔 韩国瑜就是在贯彻这件事情 梅虹和这个白书亲 中秋要搞了 火好月月 人团月 可爱的韩国瑜业 跟我们同家媳妇业 放了一个很特殊的外面包装 好 我今天来开箱给你们看看 我还没看 哈哈哈哈 来 哎 好 水滑 粉条灰 无垫 最下落 这下落不错 这下落不错 真多有够 我这早年喔 怕要中迷了 韩院长我讲过 他是政坛里面很有温度的 大概我碰到 他是算是最有温度的一个政治人物了 你跟他见面讲话都很温馨 听他讲话就如沐春风 你会觉得很愉悦 很舒服 他亏你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很高兴 这就是韩院长 谢谢韩院长的月饼 谢谢 我祝好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火好月月 人团月 叔叔如意 祝你们大家中秋节快乐 院长真的是很贴心很暖心喔 不只是这一次 今年的中秋月饼的礼盒 非常精致非常漂亮 而且上面的字都还非常的特别 另外其实不只是所有的委员有收到 连包括整个立法院服务台的人员 服务人员警卫都有收到 那不只是今年的中秋节 包括端午节 包括情人节 我们还有送到一朵 韩院长送的情人节的玫瑰花 这也凸显出院长 他其实 他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 非常暖心喔 从死他总预算 他怕我们便当 每天都在立院吃便当吃腻 偶尔就逮披萨给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院长处理事情 其实都看得非常长远喔 那也考虑得非常周到 这诚如外界所看到韩院长 其实担任立法院院长七八个月的时间 大家看到院长在处理意识上 就是越来越纯熟 在各党团的沟通上 政党的沟通上 他的方向越来越明确 我相信接下来在特别是总预算会期 我觉得整个立法院的互动 会因为韩院长的暖心的风格 互动上应该会渐入家境 我知道院长其实在这段时间 其实除了处理国会的事情之外 还有整体立法院的在 无论是在人事上的调整 还有在很多制度上的变革 包括是这个会期是预算的会期 我们都希望整个过去 我们都认为整个立法院都是民进党的 所以无论是预算中心也好 以前曾经听过预算中心被要求说 不要提供立委太多的预算上的问题 那这一次其实很多委员 其实在平常在看预算 预算中心的意见 监督行政单位对我们来说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都看到韩院长跟秘书长 特别在这几大块上 都是很明确的 我们立法院的功能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帮人民的荷包把关 所以在这些议题上 我觉得院长都把他的想法 还有要求的做法 其实都要求非常明确 我相信对于未来 整体立法院的效率运作一定都会更好 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 10日前往谷关大道院 参加围棋五天的八八盘桃圣会 庆祝姚池金母娘娘圣诞 随后赶往立院中部办公室一炉餐厅 与立院中南部办公室员工聚餐 提前欢庆中秋佳节 韩国瑜上台致辞时先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月圆人团圆 韩国瑜说他和江启臣认为每位员工都非常辛苦 阶级不在高下 职务不在粗众 每一位员工都有能有一个温暖 今年他和江启臣送五星级月饼之一 给所有立法院1149位的员工 韩国瑜更语重心常说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身为团队一份子 无论大零件小零件没有杂音 所谓天地可破 但人与人的热情不可破 其免中办同仁热情对待每一位 来参观议政的民众 提供热情洋溢的服务 而也有粉专透出两张月饼照片直户 朋友收到同款韩院长月饼 羡慕 多谢钟 院长新会期对立法院有期待吗 谢谢 谢谢 谢谢